川普再一次公开以中国病毒 称呼疫情 并要联合国追究中国责任 联合国第75届大会在纽约展开 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改成视讯会议 而美国总统川普 事先预录好的影片 一开口就将炮口对准中国 川普猛烈抨击中国 也再一次的指责 习近平再一次的重申 中国无意与任何国家冷战 美中双方领导人 虽然没有在会议上面对面交锋 但是隔空交战的火药味依旧相当浓厚 散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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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散步